擊掌開始 指令下排成一列的學生開始 互相擊掌 一個接一個 學生們各個神情緊張 擔心成為挑戰失敗的老鼠屎 從空中看下去 場面更是壯觀 兩千多名師生 全部聚集在學校操場 要挑戰新的世界紀錄 來了… 是打完才 現在請高二學校繼續接下去 原來位在雲林的振興中學 為了慶祝校慶 決定舉辦千人擊掌活動 要挑戰金氏世界紀錄 全校師生一共兩千七百一十六位 參加接力擊掌 只要超過一千六百四十七人 就可以打破舊的世界紀錄 穩穩的打 穩穩的打 不要趕 大家摒棄凝神 就怕一個不小心中斷 又得全部重來 經過半小時的馬拉松接力 最後順利完成 完成 停一下 完成 完成 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能夠參加這樣的活動 對 在我們學校的校慶 真的很開心 在上一次創的紀錄 是一千六百四十七人 在想說我們學校的學生 那麼兩千多人 應該是可以突破這個紀錄 全校師生一起創下了 新的世界紀錄 現場響起熱烈歡呼聲 大家都非常興奮 排在最後一位接力的老師 秀書手上的號碼 2716 見證著歷史性一刻 新的學校打算 將所有拍攝照片紀錄寄到英國 又讓師生努力成果 列入最新的金氏世界紀錄 記者廖文斌雲林報導